来访的黄马在工体进行了一场游异赛 他不仅上场还打尽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球 也许他此时并没有想到 以后他还会攻破其他红门的球门 自信随之带来了膨胀 耶里奇在赛季结束后向国安俱乐部提出了加薪 然而双方在是否再加十万美元的问题上谈崩 最终耶里奇做出了一个让他在随后两年后悔不已的决定 转会生肝马厦门蓝师 从此他在中国的辉煌历程假掌而至 在厦门耶里奇身边没有在中场给他输送炮弹的桃尾 也没有了后防线上徐云龙的游历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没有了在国安队时的剩下一心 尽管凭借着单打独斗他仍然打进了六球 但这些显然无法与在国安队时相比 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一种落寞 2007年的耶里奇完全迷失了方向 他的进球甚至只能用寥寥来形容了 有意思的是 厦门队的教练看到耶里奇虽然失去了进球嗅觉 但是高大的身材依旧可以移用 竟然让他打起了中后卫 至此耶里奇彻底消失在球迷的视野当中 而随着厦门队的降级 耶里奇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无奈之下的耶里奇在经纪人的运作下选择了视讯德甲 会演识人的科特布斯主帅普拉斯尼卡 看中了耶里奇身上尚存的潜力 亲自决定将他欠下 而耶里奇也用自己的行动回报了主帅 至今他已在德甲打进三球 特别是今天凌晨 没开二度 当主科特布斯二比零爆冷击败 拜仁慕尼特